相信你必成就你的功 求你施恩祝福 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那么我们看见家谱这四个妇女 其实都是平信心的 拉河也是一样 是迦南女子 大家都知道 在约书亚的时代不多讲 这个case都很清楚的 他也因信来宣告神的作为 因此妓女拉河 也能够在约书亚 进到耶利哥的时候 蒙到恩典 那么我们看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 她也是凭着信心归回到伯利亨 她可以跟尔尔巴一样 回到摩押地区 摩押是受咒诅的 但是她没有 她还是乐意的凭着信心回到 跟着婆婆拿阿米 回到了这个伯利亨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女子 好 那么当然在路德记当中是四十时期 四十秉正时期 伯利亨有大饥荒 那么 伊利米勒就带领这个家庭 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 跑到了咒诅之地 他以为逃离了饥荒 就只要有饭吃就无所谓 但是没有想到 一家三个男丁死掉 没有想到到最后的时候 却剩下三个寡妇 非常特别的 这个拿阿米四章里面包含了 非常重要的神学基础 最重要是讲致敬的亲属 致敬的亲属 就是redeemer 英文叫redeemer 你是我的救赎主 那么 在整个路德记的当中 我们就看见 这个阴信归回到 伯利亨 凭着信心跟着婆婆拿阿米 回到了 这个应许之地 伯利亨 好 那么我们看 第四个是拔斯巴 拔斯巴是乌利亚的妻 那么他受到大卫的 等于是大卫看见他了 后来就大卫就 等于也算是强暴他了 那么后来就产生了这个孩子 怀孕 这个孩子后来也不能够保留 最后还是生出了一个所罗门 神所爱的 那么这个拔斯巴 在这个权势之下 也是一个受逼迫的妇女 那么我们看 在整个的家谱的当中 讲到这四个妇女 他玛拉和路德 特别也看到这个拔斯巴 这四个妇女 那么整个来讲 他也是一个 因信信入到神国度的系统 特别是他玛拉和跟路德 这三个外邦的女子 那么从这一个三个女子当中 从他们的背景来看 他们都是家男女子 摩押女子 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这些的地区 但是今天他们凭着信 能够归回到上帝的国度里头 像他玛所做的这个事 也是要为犹大留后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拉和也是 他相信耶和华的作为 愿意来保守这个探子 冒了生命的危险 那么路德也是一样的 他有机会再去嫁人 但是他愿意牺牲 这个嫁人的机会 能够凭着信心 一个年轻的寡妇 进入到他所不知道的 一个应许之地 玛利恒 这都是一个因着信心 得到上帝的称许 被神接纳 而进入到家谱的当中 那我们看第四个 这个家谱也是一个君王的系统 这个我们都讲了很多 因为亚当原来是一个君王 有神的样式 亚当失败了以后 失去了君王的服事 被赶出伊甸园 那么君王这个服事 在亚伯拉罕的约的当中 被彰显出来 就是创世纪十七章 我们都读过了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要有出君王的 众君王 那今天回到马太福音 第一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国度的应许 国度当中有一个君王 和大卫也是一样的 他是国度的一个君王 那么耶稣基督就来继承 这个非常重要神的 对国度的应许 还有一个亚当所失去的 这个君王的身份 在耶稣基督当中完全的恢复 他不只恢复君王的身份 也恢复君王的治理权 所以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海 对不对 耶稣可以喂饱五千人 那么耶稣来怎么样的来得胜 这个魔鬼 都是一个君王的权柄 君王的统治权柄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五个 律法的完全 从路加的家谱来看 亚当带来了死亡 是因为违背神的律法 末后的亚当带来了身 因为是成全律法 满足上帝的义 所以律法带来了 律法的完全带来了一个义的家谱 这个是从路加福音来看 一开始讲到耶稣 他是来成全律法的 因此他能够带来我们一个永生 那么而投一个亚当 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个什么 一个死亡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借着这个家谱 路加的家谱 可以看到我们是初始入生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身份 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家谱的重点 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看第六个 讲到西律跟大博士 博士和大西律 那么大西律的这个家谱非常的重要 大家有机会就去看一下 那个书本的comment都有记录 你有空的话 应该要把大西律的家谱在 四福音的当中跟始祖行传出现的不同的背景 稍微把它记录一下 不然你会搞不清楚 特别讲到大西律的时候 不一定是同样指一个人的 西律王的时候 不一定的 好 那么我们看 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来看 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 为什么是要降生在伯利恒呢 当然这是印页弥加苏五章第二节 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中是微小 但是其实是大的 因为这位弥赛亚要道成在伯利恒 其实这个伯利恒它的意思是 Baitu lahem Baitu就是家 The house Lahem就是bread 面包 粮食 所以是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食之家 伯利恒的中文的意思是 粮食之家 就是粮仓 那么伯利恒只不过是把 希伯来文的音翻出来 伯利恒伯利恒 这个伯是 这个Baitu的意思就是家 就是人类 你知道英文的ABC 这个蛮有趣的 在就业的 在人类的语言的发展当中 第一个是A 以英文来讲 第一个是A 那么为什么 不需要这个 没问题的 为什么是A呢 A最早的时候是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从相形学来看 牛头 答对了 不错 牛头 因为古代的人 牛重不重要 重要 它是代表耕田的力量 对不对 一个收割 尊重 还有献祭都要用这些东西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英文讲的A 希腊文就Alpha 对不对 希伯来文叫做Elef 第一个字 阿拉伯语是Elef 一样的 我们讲A 希腊文Alpha 希伯来文 这是阿拉伯语 希伯来文 这个 一样的 Elef 所以你就 这个是阿拉伯语 一样的 都是念A 这是代表一个牛的头 表示是 以前非常看重这个牛的力量的 第二个字就是B B就是什么呢 B就是一个房子 我画得不太好 因为古代的人 要造一个房子 房子 就象形字 懂我 是吧 象形字 人要居住 很重要 这个B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一个象形字 演变了以后就变成B 这个字了 Beta 就是这样子 蛮有趣的 希伯来语Bet 阿拉伯语是这样子 一个A Bet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B 所以Alpha Beta 那么就是 它的起因是有个原因的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语言学不是那么难的 所以为什么薄力很薄 我们讲到薄的意思 是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的Bet B Alpha Beta B这个字 它叫Bet Bet Bet Lahem 中文把它翻成 薄 Bet就翻成薄 又取了第一个音 Bet 然后Lahem Lahem就是Bret 面包 粮食 所以Bet Lahem是薄力很 它是一个粮仓 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 是在一个大粮仓的地方 有大的粮仓 难怪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对不对 所以大家读到路德记的时候 讲到薄力很 有大饥荒 不得了了 如果你知道薄力很 这个含义的话 连粮仓之地都大饥荒了 那犹太 以色列别的地方就不必谈了 如果连泰国都吃不上米的时候 不知道多少国家 早就已经饿肚子了 就这个意思了 很简单了 你就了解圣经 它所描写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薄力痕 就是粮仓的意思 耶稣基督 就倒成肉身在这个薄力很 他也是大卫的故乡 也是路德记的当中 破阿斯是一个薄力很的 一个大财主 路德就回到薄力很 回到粮仓的当中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薄是 就是玛吉尔 玛吉尔是个泼尸字 到底是指谁呢 有的人说是指 外邦的 祭司的阶级 是给人家解梦的 那么他看到一个心 这个心就是我们读的 《明书记》二字四章十七节 有人说是雅各之心 不过这个心 有太多的解释了 有人说是木心 土心 这一类的 那么但是呢 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心是一个很特别 我们如果从圣经的 神学的角度来看 应该就是指的 这个巴兰的这个预言 讲到这个雅各之心 好 那么这个的博士呢 他来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来看 他来找这个明赛亚 那么很重要的 他带了三个礼物 我们看第十一节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仆佛拜那个小孩 揭开宝盒 拿黄金入药 入香墨药为礼物 这个黄金 是代表 这一个神的一个 最尊贵的一个神性 一个身份 荣耀的身份 黄金都是一个 君王也是穿黄金的 也是一个君王的 一个身份 也是代表一个神性 那么乳香 是一种的 侍奉的 像 我们看到这个乳香呢 是圣殿的一种的用品 也是祭司的一个侍奉 默药是表达 这个殡葬用的物品 是表达基督的受苦 为我们而死 所以我们看 从这三个礼物的当中 就可以表达出 耶稣的三方面 尊贵的身份 君 啊 先知怎么不在乳 先知就第三个 先知都是死在圣殿里的 哎 你不是说受苦仆人是什么君王 啊 你不是刚才说 如果要当君王 就要当仆人 哦对啊 对啊 那是一个人 他有不同的身份嘛 你了解我意思吧 君王 当然他的服事是仆人啦 但是那是只是 君王做仆人 但是受苦的部分是 这个默药所表达出来的 懂我是吧 我刚刚讲说 君王的一体的两面 一个是君王 一个是仆人嘛 是不是 但是这个仆人受不受苦 并不在这里面去讲的 但是他在哪里讲 是默药 所以你看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他是君王 是仆人 不过他还是带了 荆棘的冠冕 十字架 这个就是属于 另外一个层次 是表达这个仆人 他所走的这个道路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背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三份的礼物 非常的特别 这个在会幕的大门 也是三种的颜色 一样的 一个紫色 珠红色 这些的颜色 那么都是表达 蓝色 这是表达三种的身份 非常的重要 紫色是君王的颜色 大家都知道 耶稣穿纸袍 珠红色是先知的 那么祭司是属天的 祭司是属天的 那么是蓝色的 所以在旧约的当中 我们看见 会幕里面 基本有三种 非常重要的颜色 三种 就是珠红色 紫色 蓝色 三种的颜色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细码就代表 他的异形 这个在启示录 第十九章当中就有 细码是代表异形的 那么这是会幕里面 所特别启示的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到 在伯利恒的这个地区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区 那么耶稣的道成肉身 有人来朝拜他 敬拜他 追寻他 可是我们却看到 马太福音第二章 却看到耶路撒冷的人 听到了这个消息 却怕得要死 请大家翻到 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那么希利王听见了 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也都不安 看到没有 这两批人很特别 总共有四批人 一个是那个 Margill 就是那些的博士 其实这边翻成博士 给人家有点误会了 应该就是那些三星家 星象家之类的 这一类的 那这一批人这么远 带着礼物 千里迢迢 不为别的 就是愿意来看见这位 弥赛亚耶稣 并且很早的 他们就知道他的身份 那么我们说 这是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人不太多了 为真理而追寻的人不多 通常都是后知后觉 当然更多的是不知不觉 那么希利王听见了 不安是因为他听到了 这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 对不对 对希利来讲 这是有权力的权力斗争 他在这个世上的王位 看起来不太薄了 因为他害怕 这个以色列的王 犹太人的王 来夺他的位置 那么最好玩的是 犹太人 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 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 他们不是盼望弥赛亚来到吗 以色列的王不是要来了吗 犹太人的王不是要来了吗 结果呢 他们不但不出门迎接 高欢仙喜地 他们还非常的怎么样 害怕 也不安 为什么 想想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眼睛 已经不是注视这位 要来的 已经来到的这一位 弥赛亚 他们的眼睛 其实是看到谁 想想看 他们是看见希律 因为希律很残忍的 你们知道吧 在历史的当中 希律是非常的残忍的 所以当他们眼睛看到 希律王的权势的时候 那犹太人的王来了 他们就眼睛看不到了 虽然他们明明知道 弥赛亚来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信心 没有那个平安 愿意来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看 当时地上的这个希律王 还有另外一批 是对达如流的文士 希律问他们说 你们以色列的这个王 基督要降生在什么地方 第五节 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说 且慢让我回去查电脑 没有 他们对达如流 他们也不必说 我们回去查金卷 过去的金卷是羊皮卷 要查还不容易 不像现在 就翻圣经 也不一定都翻得到了 这么小一本 那你看这个 祭司长跟文士却说 犹大的伯利恒 你在犹大租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他们知道归知道 但是他怎么不去寻找 反而是远方来的 那个博士来寻找 博士也不是只有三个 那是传说东方山博士 那也不是只有三个 好 所以你就看见这四批人 各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做那个 敬拜神追寻 追寻主的那些博士 好 那么我们来 继续来看 在路加福音的里面 就来记录了 耶稣基督跟律法的关系 我昨天问大家 福音书是旧约还新约 那么大家准备要告诉我是新约 那我说不是新约 其实他是旧约 因为耶稣注意 他是加拉太之说 即至时候满足 且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什么之下 律法之下 对不对 可见他要行律法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大支派的 他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 特别讲到 为什么路加福音从人的角度 要把这些记录清楚 第一个就是第八天行割礼 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来看一下 这个很简单的 我就讲过去就可以了 第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怎么样 行割礼 与他起名的叫耶稣 那么就是没有成 他以前天子所起的名 那么这个行割礼 很重要的 是一个 就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规 那么还要行捷径之礼 是第四十天 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二十二节 你看他们的父母 也按着摩西的律法的定规 按摩西律法满了捷径的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 把他献给主 这个捷径的日子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妈妈生男婴要四十天 居家三十三天 加上这个非常重要的 加上这个整个的过程 那么他要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这个三十三天居家 跟六十六天在立位记十二章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读摩西五经有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知道我在讲到哪里了 大家魂还在这里 来 立位记十二章 来看一看 你们读过摩西五经有没有讨论这个立位记十二章 生男婴 第八天行隔离 大家懂 四十节 第四节 妇人在残血不结中居家三十三天 有没有看到 好不好 好 对吧 做满月嘛 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妇女的生产的一个什么 保护 想通没有 因为他 可见有人还没想通 是啊 为什么 不是 我问你 你有没有讨论到这个 没有 到现在 那这三十三是当然都说好嘛 因为圣经记载嘛 谁敢说不好 谁敢说不好 我发现你们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真正要讲出来 不一定很清楚 这就是你们去带茶经的时候 不能这样子 懂我是吧 现在很多茶经班 反正是圣经讲 耶稣可不可以在安息日赶鬼 可以啊 人家说安息日不是什么功都不可做吗 没有 因为他是耶稣嘛 我在想 因为他是个女孩 他没办法行隔离 哦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OK 他没办法行隔离 所以他也是跟他妈妈一样站了三天 第二个三十三天是否那个 生命工作 哦 OK 没关系 这是我猜的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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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至少脑袋有想过 很好 要思考啊 各位啊 你们要做传道人的话 这些问题不思考 你怎么会去追求答案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答案 你们在大陆有没有读过这些经文 大概很少 不敢去碰他了 我知道 很简单了 后面其实还有经文了 请你注意看看了 还是我告诉你 最好的就是圣经本文了 想都不要多想的了 你看第四节 妇女在残血不结中家居三十三天 她捷径的日子未满 后面讲什么 还有什么 好不好 你们就是 你要真的懂他的意义就讲的好 你真的不懂 你就是搞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懂他的意义吗 懂不懂 都不对 不是为结晶 这样的话就是枷锁 那父母生孩子 上帝不是说生养中都遍满地面吗 对不对 不就矛盾了吗 各位 我们刚刚上堂讲 这么多生养中都遍满地面 生命祝福 结果妈妈一生孩子 糟糕了 被关在家里面三十三天 其实答案很简单 如果刚刚生了孩子 三个礼拜以后是余月节 要不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 妈妈要不要去了 不要了 对了 这是对妇女的什么 保障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产假 最早的产假 各位 不要搞错了 这是上帝的恩赐 如果碰到以色列人这么近前的家庭 四个礼拜 可能就要把 这个 太太 妻子带走了 对不对 就去朝圣 不可以的 你要在家休息 所谓产血不结 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 妇女生完产不是还有很多的血要排掉吗 要一段长的时间 通常就意思就告诉你的身体还没有怎么样 复原 对了 很清楚的 她不是一个枷锁 很多人对旧约搞不清楚 那么 我还没讲完 先讲男的 还没讲完 对 那在家休息 我先这样问你们 如果在家休息六十六天 好不好 不好的就是喜欢工作 我知道 带心的就不好 没心的就不好 都带心 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 其实我到Tri City 美国天纳西 那边那个教育全部都是妇产科的 不是说妇 就是医生 都是医生 其中接待我是个妇产科退休的 他说在他的 你知道美国的医生 我们牙医就知道 美国医生被告的最厉害的 其实妇产科算一个 妇产科在美国是从怀孕到几岁 你晓得 一岁啊 那你就不了解美国了 妇产科要cover这个孩子到几岁 他都有机会告你 好像是到21岁 对 我有一个弟兄是妇产科 他跟我讲 所以他每一年 大概三分之一的薪水 是付给律师的 一年要付八万美金 牙医大概不需要 妇产科就一年八万美金 是啊各位 在美国各行各业 不是你们想象这么简单的 在中国这个不 对不对 不管你了嘛 生出来就接生完就结束了 美国不可以 所以所有的病例都要非常清楚 因为怕人家怎么样 告嘛 很简单嘛 其实66 后来他跟我讲 这是他给我答案 我是蛮接受的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妇产科专家 在美国行医一辈子退休了 他说是妇女生女婴 他说在他的经验当中 血流的会比较长 所以就是不知道 他说这是经验 经验 他有病例的 他说一般要休息的久 血流的比较长 就是他不是很快 三十三天或在一个月内 我们就要坐月子坐月子 他不是一个月内就 好像就血都是全部处理干净 他是会比较拖得长一点 他说 其实他说这个66天 是一个上帝的 对犹太妇女的一个 生女孩的一个极大的恩典 他妇产科 他就 他看这个 我前面一解释完 他已经明白了 其实这就是恩典了 因为你要知道 西乃山的律法是 主前1446年搬下来的 距离今天3000多年 对不对 人类的医学根本就不可能发达的 人也不懂的 犹太人更是不懂 犹太人出埃及 请问他们的教育是什么 想想看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PHD大博士 带了200万 没受过太多教育的 低级劳工出埃及 犹太人在 以色列人在埃及干嘛的 奴隶啊 做什么行业 对啊 在哪里做啊 泥巴堆里啊 是不是 我们称作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你就聊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 你们去读圣经 不要把这些东西 看作是非常难读 因为你们没有读出味道 你懂我是吧 你没有回到这个 background去看 你回到background去看 你想想看 上帝为什么要为他们预备摩西呢 摩西是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嘛 大家都知道 史书行传记载的 除了为上帝预备这个人 将来可以写摩西五经以外 启示摩西五经给他以外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 他有知识 他有knowledge 他回到他的法老的皇宫 这是回他的家嘛 是不是 你今天随便找一个人到皇宫里头去 早就给吓死了 他回到法老的皇宫里头 那是他家 你们想到 他回家 哪个枪角有卫兵他都知道 他就身在总统府的 从小就降生在中南海的 你就懂我的意思了嘛 是不是 他说他进那个家 大啦啦的就进去了 换你进 你赶紧啊 你大概颠量颠量 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你就了解 神的预备是超过你的想象的 这两百万 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很低的嘛 你想想看 法老都要灭这个种了 是不是 男一就要杀掉了 怎么会给他受很好的教育呢 可是神就用了一个大博士 PhD 当时的PhD 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 神就召他 带领整个以色列出埃及 不是开玩笑的 旧约就用了一个大博士 新约就用了一个超级大博士 包罗 我后面要讲一些 你们国内来 你们好好思考 中国大陆现在福音口号喊得最凶 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我常常说 口号不要喊得太响 你们在文化 语言各方面 译文化 你们不好好下功夫 口号谁不会喊 对不对 我刚才用录音机录起来 二十四小都可以放的 我讲不客气的话 西方人花了多少的代价 在异文化当中宣教 几百年 从十六世纪马丁录的一路开始 对不对 起码几百年 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华人的教会 中国人教会 现在才刚刚兴起 我们的口号喊得 是很振奋人心 这个倒挺好了 我不反对了 是该振奋一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怨不怨付这个代价 是不是 你不要说back to Jerusalem 回到耶路撒冷 咱们都来美国了 你天天叫你吃汉堡堡 你也受不了 看到汉堡堡就流汗了 身体不流汗 眼泪流汗 眼睛流汗 是不是 我们就讲说 做个宣教是 做到异文化 简不简单 其实不简单 再加上语言文化 所以有一年 他们说 张牧师 你可不可以到中国大陆 去教阿拉伯语 我学阿拉伯语的 我在中东待了四年 你们要back to Jerusalem 你们要经过回教地区 我说你对回教认识多少 你对那些语言 民族 你能认识多少 我都不客气地讲 你们从来没有好好上过 一堂这种课 也从来没有好好把圣经 好好读读 旧约知道的差不多也不怎么样 你去跟回教徒传 传什么 回教徒的旧约 回教徒的古兰经 超旧约的 我们懂得比他还少 我可以告诉你 你信不信我讲的 你还跟他传 你不要被他弄去了 就不错了 对不对 开玩笑 我们基督徒 不要去喊这种口号 没有用的 我都不客气地讲 我们既然有这个雄心壮志 可以啊 大家好好的安静下来 要学什么 要做什么 好好地去思考一思考 好好的装备自己 这个路是脚踏实地 一路一路走出来的 不是呼口号呼出来的 呼口号谁不会呼啊 我们从小 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 呼口号呼出来的 我们都呼出国了 对不对 大家都晓得 所以我们华人教会 有没有受到文化的影响 想想看咯 有啊 我昨天就说了 文化进入教会 这种根深在我们文化背景的东西 我们很难拿掉的 对不对 我们觉得很自然的嘛 就刚刚我们还没上课说 大陆还是用人家东西 哗啦哗啦拷贝一堆 然后就说 因为是为福音工作嘛 没有错 那别人不是为福音工作 别人都不要吃饭了 就不食器 懂我知吧 用你的东西这样用好不好 那你也不见得愿意啊 那用人家的就是为福音嘛 因为上帝的家有需要嘛 挂了一个伟大的口号 好像不给他就是 大家都是受责备 不对的 你要知道整个福音是什么 整个福音是以义为基础 大家读了诗篇了 神的宝座是以祂的什么 公义为根基 在这个上面才是讲恩典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 将来我们到去做传道人了 连意识什么都搞不清楚 到了教会 当然了 现在就是你应该给我牧师这个 你应该给我这个 大家都要恩典 那等到你要履行义务 你是不是讲道可以讲好一点啊 你是不是平常灵修加点油啊 你是不是带茶经可以带领 我们这群基督徒啊 这个就不管了 只想要这些 恩典都想要 付代价没人要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边干什么 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不能够看到我们时代的责任 我都不客气的 我去经济会神圆 很多都是我认识的 我说你们不错都出国了 书字你买啊 你不要再跟我要了 什么叫对的 那你要学一学 正确的路子你要学会 对不对 这个该付的代价嘛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嘛 我们也从来没有怨天尤人嘛 我们觉得是我该付的代价 我们很珍惜 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应该要归回到一个什么 正确的一个路线 懂我是吧 但是在摩歇地区 我们知道福音的需要 没有问题的 大家也不是很小气 不是大问题 但是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特殊的状况嘛 这个不是问题嘛 但是至少我们将来出去 做传当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对的嘛 这个要教导弟兄姐妹的嘛 这个很重要啊 当我们说上帝 用我们中国人的时候 用我们华人教会 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 结果我们在服事当中 什么都是伸手牌 我说像样嘛 你要back to Jerusalem 请问你要不要买机票 你要不要出去还要吃饭 谁要给你奉献啊 当然是你教会本堂的人 要负起责任了 是不是 那还找谁啊 我们大家都是伸手牌 不可以的 我都不客气的 所以大陆现在 有几个风气非常不好 别人不敢讲 我很清楚 第一个喜欢建大堂 你们都知道的 某地建了一个 六百万美金的大堂 那还是我学生啊 很高兴地告诉我 不讲了 我后来说 弟兄 你建了那么大的堂 是不是 我们将来去教导 机票费请你付一付 还要我们付机票费啊 你以为在国外的牧师 都是金山银山啊 自己都是开银行的 不是吧 我们也是人家爱心奉献的嘛 对不对 都一样 都是平行经过生活 第二个 就是很喜欢搞学历啊 学历一定要有 没有学历 过去我们培训都不问的 大家追求主 一天八小时 十小时 二十天读圣经 不问这些的 只怕自己学的不够啊 现在还没培训 就看 你们有没有什么学位给我们啊 学位 你连书都没有 还有学位 真是好笑了 如果我们都是 我们的路线越走越偏的时候 将来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危机 各位 危机 我们不知道好好脚踏实地 把圣经基础扎好 好好回到这个上帝的话语的当中 好好把福音传出去 好好地去抵挡异端 如果我们脑袋想的都是这些 将来怎么办 还想back to Jerusalem 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 不可能的 所以 当我们看到 整个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上 为什么耶稣的道成肉身 跟我们的福事很有关系 大家想想看 大家都平常读路加福音 耶稣 他的父母 第八年给他行割礼 满了捷径的日子 又去献祭 献给神 十二岁成为律法之子 十二岁 路加福音特别讲了 十二岁成为律法之子 你看他都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对不对 按规矩办事 你知道吧 这次是做一个拉比 耶稣基督三十岁出来传道之前 要完成三个非常重要的规矩 第一个 他一定是遵守旧约的规矩 行了割礼 第二个 他十二岁成为律法之子 第三个很重要的 犹太人要接受 一个人出来传道 他要接受 他曾经接受过洗礼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洗礼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请大家一同来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请大家翻到这个 我们看马太好了 来看看耶稣的洗礼 当施洗约翰说 我跟他提携带都不配的时候 但是耶稣却 第三章 来看一看 三章十三节 但是耶稣在 约旦河去给人家施洗的时候 没有想到 施洗约翰去给人家施洗 耶稣却来了 那么三章十三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约翰 要受约翰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这个拦住 希腊文是不断的 哎呀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犹太人很像我们中国人很客气 哎呀万万不可不可以不可以 一直要拦着耶稣 我怎么可以给你施洗呢 万万不可不可以 不断的去拦住 耶稣要做这个事 他说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 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了 请读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敬诸般的义 好 那么我们看 耶稣讲了一个 在洗礼之前 他说我们要敬诸般的义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表示与罪人认同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代表我们人的 今天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是无罪的 但是他却认同这个罪人 他要 他取了人的样子 他是无罪的 他是代表我们这群罪人的 表示这些罪人 今天来到约翰的面前 认罪悔改 接受约翰是悔改的洗 对不对 当然 他要认同这个洗礼 非常重要 第二个 这里不是指着耶稣的德性不好 也不是指因为他是无罪的 他的德性是完美的 乃是顺服神的要求 因为在犹太人当中 一个拉比出来要传道 必须要接受洗礼的 他有三个基本条件 就像各位 我们今天要到教会去传道 请问你 你是不是要 接受耶稣认罪悔改 并且要洗礼 最起码你也经过一个正常的神学教育 对不对 你两年也好 三年也没关系 对不对 你至少来神学院 走一走 过个水 是不是 总是知道神学院在教什么 什么我可以讲 什么我不能讲 你至少 尽了你的 诸班的义 你将来到教会去 人家才问你 来者何人 某某人 神学院毕业 谁教的 那个姓张的教的 还可以 尚可 至少 至少人家知道你的背景 是不是 现在是什么 现在多少都是来如影去无踪 搞不清状况的 是啊 什么叫来如影去无踪 根本没有受过一个正常一个圣经的教育 是不是 出来就做传道 做牧师 很敢讲 现在很多 我们不敢讲的 这些人都敢讲 因为很正常 他不知道 在神学院当中 他没有受过这个训练 当然什么都敢讲 是不是 你今天受过训练 你可不可以随便讲 你不可以的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要了解到 你看耶稣 没错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你看耶稣有三个 进诸班的义 非常重要的 行割礼 成为律法之子 接受约翰的习礼 对不对 当他扎扎实实的满足这个义的要求 他才开始出去传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很重要 所以我刚刚就讲了 一个传道人 如果不知道义的基础在哪里 怎么出去传道呢 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 不知道规规矩矩的 好好的把我们该做的本分做好 是不是 我们怎么出去传道 这就是我一路的强调 我们不管会有怎么样 至少我们这一代 21世纪的我们这一代 我们将来要回到中国去服事的话 我们要把教会带好 过去的事就不管了 是不是 过去背景特殊 这个没关系 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今天 神祝福我们中国教会了 是不是 我们又应该要知道 做在义的基础上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还福音的债 感谢主 没有错 大方娘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怎么还呢 我说不是呼口号 可以呼出来的 我们要扎扎实实在教会 要开始做教导的工作 一步一步的来建造这个教会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不是一窝蜂的跑地建个大堂 我说你中国大陆 堂多大都不够装的 是不是 大堂又怎么样了 耶稣来了堂也带不走 我说有一个堂最大 名字叫天堂 别担心 当然不是叫任天堂 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 我们在做什么 要活在那个义的基础 我们将来才能出去传道 所以这个很重要 在这里扎好自己的功夫 回去人家也看中你 是不是 能够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 不要不要跟那些 大家一直兴奋的文机起舞 但是都是口号 其他的都不做 一天到晚就是想到说 我能到哪个国家去 上去讲道就是越短越好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这个都不是一个传道的本分 好 那么我们看洗礼之后 你发现很特别的 这个的洗礼 那么当中就产生了一些的 属灵的事情 我们看 第十六节 耶稣受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为他开 他就看见神的灵 像鸽子 降落在他的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么对耶稣的意义 当他去洗礼的时候 这个圣灵 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也是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也是圣父圣子 对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 一个见证 同时很重要的 从旧约的当中来看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它是一个君王登基的 一个开始 请大家看诗篇 第二篇第七节 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 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受告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城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样 今日生你 这是一个君王 在登基的时候 特别 我这样讲好了 犹太人 他们认为 君王 审判官都可以称作是神的 诗篇有这个话 诗篇有这样的经文 审判官 其实跟君王 都可以称作是神 当然他们不是神 但是这个 为什么要称这个是神 表示他们是神所拣选 有这个特别的身份 来做治理的工作 所以大家读 应该是约翰福音吧 人家不是说耶稣 攻击耶稣 你怎么说你是神吗 对不对 那耶稣说 你们不是也称是神吗 一样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这个记录 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 旧约的君王去 以色列的君王去登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种的观念 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观念就是 神的儿子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 把皇帝叫做什么子 天子 差不多 不过那个是跟这个两码事 但是这个是从上帝的 这种的角度来看 一样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去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这个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其实就是一个君王 一个什么 正式登基的一个 confirmation 一个确认 懂我是吧 因为天子 神的儿子这种观念 在整个圣经当中 他就有这种非常重要的 一种的观念了 好 那么我们大家一同 继续来看 那么这个的圣灵 降临在耶稣的身上 又开始他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开始 我们看以赛亚书42章 来看一下 看以赛亚书 42章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 看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 所拣选 心里所喜悦的 我也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礼传给外邦 所以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等于是圣灵怎么样 赐给他 对不对 那么来见证 这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 所以以赛亚书42章 也是摇指了那位米赛亚的 那么这是神所拣选 圣灵如鸽子降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confirmation 一个是君王正式登基了 真正的王来了 万王之王 正式登基 一个是 这是神所拣选 是要为我们受苦的 用圣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圣灵降临 我的灵赐给他来表达 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 也是为我们受到 是做一个全人的一个献祭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呢 在洗礼之后呢 我们看到 在他的身上 有圣父圣子 有这个 在他的身上来做见证 这个洗礼也称作是一个正式的拆派礼 正式的拆派礼 在神学界有一种讲法说 耶稣接受到圣灵像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 有一种的讲法就是开启了圣灵的时代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个人对这个讲法还比较保守 因为耶稣还是旧约 因为圣灵的降临在旧约 大卫就有 扫罗也有 对不对 大家读《沙漠记》 当扫罗被高丽的时候 耶和华就吃他心灵 是不是 心心心灵都有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是君王登基的时候 被上帝拣选 因为他要 这个圣灵赐给他力量 要给他有心心 就是要有治理的能力 才干 他来做这个国度的治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圣灵在旧约的工作 而圣灵的真正的开启是五旬节降临以后 才正式开始 要不然耶稣就不会到最后的时候 死而复活又对门徒吹气 有没有看到 这个吹气是猜浅礼 不是Bennyhan的那个吹气 那个都是乱解释了 不对的 那个吹气是猜浅 猜浅 等于是叫他们预先受了圣灵 但是真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未来才来的 懂吗 在五旬节才真正降临 那个是猜浅 那个我们到后头再来讲 这个问题 不是这样讲的 从创造天地到未来 都是有圣灵的工作 但是圣灵 都有的 从创造天地又是圣灵的工作了 神的灵不是运行在水面上吗 对啊 那我们是讲说全面的圣灵的时代 就是五旬节以后 像我们基督徒今天 信了耶稣不是用圣灵内株吗 是指着这个的时代的开始 所谓的圣灵时期 一般我们称作是教会时期 了解我也是吧 在教会时期之前 圣灵当然都有工作 但是圣灵会在哪一些人的身上 先知啊 君王啊 祭司啊 特别拣选的人身上 他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 而且他会离开的 Holy Spirit会离开的 对吧 应该明白吧 对 但是今天在教会时期 圣灵在我们里面离不离开 不离开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后面会讲 这是 所以真正一个圣灵的一个时期 是教会时期才开始 所以有一些的神学界 他们就把 圣灵向鸽子降临在 耶稣的身上 说是开启了一个 圣灵的时代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比较保守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旧约时期 还不是一个真正所谓五旬节 五旬节 圣灵是从天降临 像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对不对 圣灵不需要成人的样子 圣灵是神 他来到世上 住在哪里 住在圣徒的里面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圣灵时期 是在教会时期 算是一个时期 非常重要 到了千禧年 那当然更是重要的 认识耶和华的话 像海洋一样充满遍地 这也是一个圣灵全圣的时期 其实从创到天地到旧约到新约 都是圣灵时期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圣灵的内住的这个时期 只有在五旬节以后才有的 以后是等到教会被提了 圣灵也要回到天上 像耶稣一样要回去的 但是地上还是有圣灵的工作 这个观念 耶稣现在长不长权 当然也长权 但是耶稣已经回反天了 懂吗是吧 耶稣有耶稣的时期 他这个是取了人的样子下来 但是他升天 他回到父的右边 但是他还是长权的 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面来看到 这个耶稣的洗礼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洗礼也是代表他的一个猜浅 是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 要走一条十字架的天路 对施洗约翰的意义 也是对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任性 大家想想看 约翰来到底干什么 约翰是耶稣的什么 开路先锋嘛 对不对 如果约翰不为耶稣去洗礼的话 请问你为他开路了没有 没有啊 犹太人就不能接受他了嘛 是不是 因为他觉得你耶稣出来做拉比 因为犹太人并不认为耶稣是 是弥赛亚 但是认他是一个拉比嘛 很简单嘛 包括连门徒都 开始都认他是拉比嘛 尼哥迪姆不是约翰拉比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老师嘛 那你讲的是很有权柄的 大家听得很稀奇的 可是要这些人 马上承认他是弥赛亚 不可能 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是什么 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对不对 看耶稣 拿撒勒来的 你哪里来的 我那个什么 内蒙古 什么小村庄 那你那里有圣经教育吗 没有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 是犹太人跟外邦混杂的地区 所以拿撒勒有什么好的 人家不接受他的 是从背景来看 对 他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在的地方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拿撒勒 请大家一同 来看 那么这个 我们说耶稣降臣在伯利恒 就取了这个粮仓 伯利恒是粮食之家 所以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但是他的生长 是确实在这个拿撒勒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 请翻到 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们读二十三节 大家来读一读 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 好 请大家来看一下 来读 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 请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什么 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好 那我告诉大家 你从他旧约 你找不到这个预言的 以赛亚书十一章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那个只是个字根 如果犹太人早知道 弥赛亚是叫拿撒勒弥赛亚的话 怎么会不认他 你想想看 那个是全合成的人 那个文士跟拉比不一样的 法利赛人他们旧约是道贝如流的 不要忘了 因为他们非常遵从这个旧约的 合成的人不安 因为他们的眼睛看西律 因为他们是普通的犹太人 但是你看那些文士 叙利王问的时候 他马上就回答出来了 是不是 他们旧约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 也是非常火热的 这些的经文对他们来讲 是如数加征 就跟我们中国人讲 姚孙与汤文武周公一样 随便讲讲都知道的 没有人说不知道 那这些专门研究 这些拉比专门研究旧约的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好所以大家来看 这个拿撒勒 但是马太福音讲说 是应验先知所说的 那么这个先知所说的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不是指的 他在这里的应验 不是指的那个 曾经有一个经节讲的 耶稣要生长在拿撒勒这个地方 这个字 拿撒勒这个字的意思 第一个是拿希尔 耶稣是新拿希尔人 等于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 第二个这个字呢 有这个根苗的意思 作者来引证 耶稣是大卫的根苗 拿撒勒其实是有根苗的意思 第三个我们看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 就讲到拿撒勒这个字跟NSR 它的意义是protection 保护 它的意思 耶稣是神的弥赛亚 是以色列的保护者 就取了他的意义 当然拿撒勒还有非常多的含义 我们先从这个字的字跟拿撒勒 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 来看一下第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 从耶稀的本 有没有看到 必发一条 从他的根生出的知识 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所以十一章第一节 从耶稀的本 发一条 从他的根的知识 也要结果实 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 这个字跟是保护的意思 以色列的保护者 好 那么我们看见 整个其实他经文讲到拿撒勒 除了这个字跟的含义 还要取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 在以赛亚书的当中 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 我们一同读到五十三章 请大家看第二节 其实他真正的含义 就取了以色列人 犹太人对拿撒勒的一个观点 因为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 就是等于是被歧视他们 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 是一个不洁的不洁之地 等于是有犹太人的村庄居住 也有很多的外邦人居住在那里 也有罗马的兵丁 这等于是一个不洁之地 那么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刃牙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加起美容 拿撒勒就是没有加起美容 从他的生长的背景来看 又是一个不洁之地 又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那么这个美貌 这个意思不是指耶稣长得不美 意思是看不出他的背景的荣华 懂我是吧 他是指这一方面 那耶稣是不是 你们觉得耶稣长得什么 来我们看 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十八节请读了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塌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 折脚的 折手的 驼背的 矮错的 眼睛有毛病的 长险的 长戒的 或是损坏肾脂的 都不可进前来 好就停在这里了 亚伦的祭司当中 如果有这些毛病的 不能做祭司 从实际的角度看 因为太矮的话 进会幕很辛苦 要去捡金灯台的灯竹 如果眼睛有毛病 乌七八黑的 非纹症 什么都不可以的 但是他说 塌鼻子的也不可以 无关不端正 塌鼻子 各位 当然 是不行 你讲对了 因为过去 没有配眼镜的 但是大家想想看 这是神的一个恩典 因为这些人 虽然不能够被拣选 虽然是亚伦的后裔 不能被拣选做祭司 可是上帝还公益 他生活的需要 后面讲得很清楚的 二十二节 神的食物 无论是至圣 圣的至圣的 他都可以吃 有没有看到 不做工还可以吃饭 是不是恩典 是吗 上帝还照顾他们 因为他身体有残缺 扫地 上帝不要就不要了 叫你休息 你要去做扫地 我告诉你 旧约就是这样 我还没讲完 不要加上你的想法 这个很重要的 他就这么讲 就是这么讲 我们要先把旧约 解释清楚 在application 懂我是吧 先把它解释清楚 那你说要做扫地的话 就很怪 这些经文 从来没讲过这个 对了 我忘记跟你们讲了 你们的思想逻辑 叫正反合 你们从国内来的 我常常讲 跟我们台湾这个脑袋 有点想法不同的 国话背景吧 没有什么 这没有什么对跟错 你懂我是吧 没有什么叫做 优越不优越 完全不是 我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是讨论你们 思想逻辑的问题 因为你们有一些的问题 根本是可以不必问的 所以在 正在美国 很多教会的查经班 很多那些圣经问题 根本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 亚伯拉罕遇见三个人 有人就说 他是遇见三个人 所以招待这么热忱 如果遇见一百个人 还会吗 我就被问过这种问题 我笑一笑 我说圣经没讲 I don't know 了解我在讲什么 你这个问题 不是这种问法 你不能问 启示之外的东西 了解我是吧 没有人可以 给你回答的 那个不是表示 表现你很聪明 因为那个是表现 你的逻辑 今天没有落在 圣经的话语里 去思考 因为启示它有范围的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 正反合 可以用的 不是不可以用 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但是 你们用正反合的时候 你们用正反合的时候 往往把这个反的是 用在启示之外 就刚刚我刚讲那个例子 懂了是吧 那么就会 就会产生很多 无法回答的问题 所以现在查经班 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 他很会问问题 因为你们的 过去在中国的 这个教育背景 就是正反合 这个是 唯物辩证法当中的 对不对 这是你们非常 非常容易 特别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 什么北大毕业的 这些 那是顶上肩了 他在他的逻辑思考的当中 这些人要信耶稣 不简单的 因为他在他的思想当中 正的先讲 上帝的启示 然后再讲一个 上帝启示之外的东西 最后来给他合一下 懂我 其实这种东西 有时候 不是往往都可以用 不一定的 那么我们 用正反合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 这也是逻辑思考中的 一种的东西 这个叫方法论 懂我 思想的方法论 那我们通常 其他地区的华人 不太会这样想 他脑子不会想的这么多 但是他想的东西 是不一样 我们不会想到 亚伯拉罕 如果碰到一百个人 会不会去接待 因为我们 我们查经 绝对不会想到一百个人 因为我觉得 那个不是圣经当中 告诉你的 懂我是吧 我们只是会想说 如果他不接待 这三个人的话 他可能会失去 上帝的祝福 对不对 我们会想到这个 我们想到说 他把牛羊都 把那个牛都宰杀了 东西都预备好了 烤牛排也烤好了 招待那三个人 那他就很谦卑的 站在旁边 来扶持这三个人 对不对 那可能换到我的话 也进去凑一脚 四个人一个桌 多好 对不对 你也愿意这么做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逻辑文化的当中 在这个经文的里头 去打转 懂我是吧 就会比较好 但是我们看到 他的态度是什么 何等的敬前 是一个真正的服事 是为了让人家得益处 而自己愿意当一个仆人 这是我们服事的态度 那我们必须在这个 经文的范围里头 来做正反合 懂我是吧 这个就可以了 你不能超过 这个经文的范围 然后问人家说 那他会不会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他 他根本没遇见一百个人 你问这种都是假设法 你问到启示之外的 假设法问题 天才也不能回答你 对不对 他压根没碰到一百人 你问他一百人 没有人会回答你 懂我意思 所以正反合 这个思想逻辑 你们自己要非常的注意 所以我知道你们查经 我在大陆待很久的 往往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讲说 为什么他要娶这个人 圣经讲说谁娶谁 对不对 为什么摩西要娶古时女子 为什么 你们回答好了 为什么 大哉问 大哉回答 对啊 你如果说神的旨意 但是就把人的本分 全部拿光了 人还有本分 神的旨意当中 其中一部分 还有人的本分 对不对 神要我们传福音 是神的旨意 人的本分是回应他 是不是 所以我不会回答 他就是娶了他了 但是我们只知道 他娶了以后 他的姐姐 跟他的哥哥不满意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后面 这个部分来讨论 可是神并没有去 斥责摩西 是不是 神并没有去斥责摩西 所以有一些问题 是可以问 有些问题是不可以问的 这个都要有一个什么 要训练 懂了是吧 你们各位在神学院 问问题也是一样 有一些是可以问 有些问的 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瞎问 这你讲的啊 我不敢讲这个瞎问 只是因为你们的逻辑思想的训练 很自然会落到另外一种光景 懂了是吧 你应该放在正处 正处的话 正版核就非常好 我们一同祷告